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大利亚本土选手阿列克谢波佩林争夺一个阵赛晋级名额 紧随吴亦炳之后出战的是中国一哥张志珍 面对2018年曾经三盘富裕的澳大利亚选手阿列克谢波佩林世界排名第120位 张志珍明显不在状态 仅仅抵抗了59分钟 便以0比22比63比6的比分落败 职业生涯两连败对手的同时 吴云与吴亦炳会师资格赛决胜轮 今天唯一出战的女子选手圆岳世界排名第97位 千运不佳 首轮便遭遇资格赛4号种子 世界排名第47位的美国名将罗杰斯 世界排名第47位 圆岳与对手在实力上还存在差距 经过84分钟较量 以0比25比71比6的比分落败 吴云新赛季开门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